这不仅传递着一则信息 这是一个使命 这是一个美好的运动 圣经运动的起源可追溯至十八世纪 一个十岁的威尔士小女孩 玛丽琼斯 为了得到一本属于自己的圣经 她勤工俭学了六年 步行二十五英里之附近的城镇 巴拉 但当她到达之后 发觉那本圣经已经被人订够了 她非常失望并哭了起来 查尔斯牧师深受感动 决定送玛丽一本圣经 这个事件成为了一场运动的开端 也为未向全球传递上帝话语的工会的成立 打开了大门 这就是圣经工会 新加坡的开部者 斯坦福来福士爵士 是圣经运动的创始成员之一 1825年5月18日 斯坦福来福士写信给她的堂兄 托马斯斯坦福来福士牧师 您知道有哪位信徒愿意代表圣经工会 前往新加坡或中国吗 我正在寻找这样的人 两个世纪以来 我们都关注着一个焦点 通过圣经翻译 圣经出版 圣经分发 以及实践性的活动等事工的执行 来向世人传递上帝的话语 全球约有6900种语言 仅438种语言 拥有圣经新旧约权译本 可见很多工作仍有待完成 我们的事工处及亚洲地区各个国家 包括中国大陆 圣经在中国曾一度被禁毁 但通过我们在中国合作伙伴的努力 如今人们亲眼见证了第一译本圣经在中国大陆的出版 将圣经翻译至多种语言的事工 是非常重要的 如此 人们会明白 上帝的话语不仅仅是属于某个个别的群体 而是属于全人类的 仅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是没有办法给全人类传福音的 但若联合全球的其他圣经工会 福音工作会变得容易一些 我们也出版制作福音材料 以帮助社会中的不同群体 例如监狱中的服刑者 以及在新加坡求学工作的外国人等 通过十字班教育 以及语音圣经等项目的实行 来帮助人们学习上帝的话语 语音圣经智慧的开发 让上帝的话语不仅能够通过阅读的方式 也可以通过聆听来接触了 新加坡圣经工会 每年组织多项海外宣教活动 看到上帝的话语激励 并改变着人们的生命 这真是令人兴奋 我曾多次外出宣教 但这却是我第一次亲手 把圣经送到人们的手中 我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喜悦 因为他们已经期盼了很久 我确信他们将会珍惜他 因为上帝的话语 是他们生命中最真实的东西 能参与圣经工会的圣经圣地之旅 是非常令人开心的 它带给了我一个非常不同的 看待圣经的视角 旅行结束后 我更加渴望上帝的话语 当我在圣地时 我意识到上帝是多么的完美有智慧 这旅程深深地影响了我 原先你只是通过白纸黑字来阅读圣经 但现在你可以看到彩色的 这是一个长远的旅程 我们始终都在努力提高圣经事工的事工高度 要用上帝的话语来触动人们的心 现在就来与我们一起同工 用您的祷告 奉献 以及实际行动 来加入着圣经宣教的事工 这里是新加坡圣经工会 播种生命之话语 改变众人之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